大家好,歡迎回到Vilson模型季的時間 剛剛跟大家分享完《水星之魔女》 她的反派機就想想想,可能出相片給大家看就算了 因為這個月你都知道,接下來已經有出神高達 太多東西要組裝了,太多東西要拍片 不要太多蝙蝠在同一個主題上 這次和大家比《水星之魔女》組裝了 就是這個《天之者歐拉馬》 這個《冥王計劃之雷馬》 又是Model Y,也不用問 很多機箭的東西,剛剛也公佈了樂園追放 我其實心裡一直都很想出樂園追放 即使是因為機箭,我認識樂園追放 我都覺得她的機箭蠻特別的 尤其是她將來進化後繼機的版本 現在是最初頭圓圓圓的,很有趣的樣子 先玩吧,到時又是一月推出 我都不知道她一個月是不是 現在慣性一個月要推出兩三款以上 三款好像是標準 現在是一個月 先說回這次吧,《之雷馬》 兩年前,差不多 應該超過兩年了 已經推出了大《大之雷馬》 《Great Geo Limear》 那時候呢 就是 講起《Great Geo Limear》 就是我回來玩Model Y的契機 本來我氣了 因為她的第一作,《帝王萬能俠》 《千席連合作》的版本 那我因為那時候放了好像半年 我的股關節斷了 那我就開始覺得她的膠好像不太順得過 後來其實我有其他模型都試過 即是這間廠的 那這些沒辦法了 除了Bandai以外那些,很多都有這些隱憂 即是這些斷件等等 放得久,脆化了那些 那Bandai也不是沒有啦 說真的 一度失去信心的 就因為款式有這個大志雷馬 一出出大志雷馬 這個款式的關係就回了坑 那我稍後也會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這次就 反過來出普通的天之志雷馬 但其實我真的覺得呢 不是說有大志雷馬就沒有了吸引力 首先這個封面殺光了 大志雷馬 我那盒沒有留 但是如果你知道 那個封面就普通很多了 現在Modelway不是每個盒都這麼漂亮的 說真的,有些人有時候用3D的CG圖就算數 這些真的找人畫的圖 它真的不是合合有的 那它這個有的那些也是很漂亮的 那看看後面吧 假設你不熟悉這一款機體 它都幾簡潔的 它也不會有任何手拿的武器 完全是用它這個 所謂叫做次元連結系統 來去運行機體 甚至乎它的攻擊 都是關乎那個系統的 所以你看到它有很多黃色波波 就是跟這個系統有關了 好了,那盒就不是太多東西看了 那我就快快去 現在跟大家看看實物先 好,那這次的完成品就是這個 就是普通的JEO LIMA 其實它跟兩年前的進步就真的大了 一來它的結構 或者整個機體本身的裝備上 外甲上都簡單很多 所以它這次呢 就看上去外型是smart一點的 可動性是高很多的感覺 那這樣呢 它這次我主要用半光 就不是完全是燒光 其實半光都類似那些香滑燒光的了 但是你會看到那些反光面 尤其是那些黑色的 其實白色不太看到 黑色呢 你就會看到那些 那些靈角呢 就會分明一點點的 那它呢 身上就都有大量 你看到黃色的位置 那些黃色位置 它就全部都是透明件 那它本身呢 其實不是每一個透明件的底部 都有給一個銀色貼紙來打底 主要就是呢 心口啦 兩隻手啊 兩個手腕 就有的而已 腳啊這些都沒有的 所以其他那些 有透明件的位置呢 其實我就全部 除了有貼紙以外那些呢 我都自己用了電鍍筆呢 先打底線 然後才裝這顆透明件上去 而所有的透明件呢 我都特意噴多一層光油的 其實呢 我是很建議大家這樣做的 尤其是你是那些素組 就是 或者輕微加工 就是你是燒光派那些 那些 素燒那些 那我就都 我都算是半個素燒派 因為我最緊要砌得快 那我就會補足色 盡量補足 有時候我看需要啦 那就 很建議大家的透明件呢 你不是噴過的顏色都好呢 都塗一層光油下去 就 濕噴一層 即你又不要太厚 但就濕噴一層光油上去呢 其實那個 質感會好很多的 尤其是BANDA以外那些 因為呢 他今次的透明件 不是特別差的 但通常BANDA以外那些呢 那個透光度呢 總是有時候是差一點點的 就是 面不夠亮的 那你當然可以選擇 用些打磨的工具 擦光它啦 但是就 更快的方法就是 直接噴一層溜架啦 所以呢 我就通常慣性呢 就算你懶鬼板噴都好 都噴一層溜架上去 那你就會 即是你看到它那個 反光反得漂亮一點 就比較會突出一點點 對啦 好 那這次你看到它啦 比例上呢 我就很可惜 我的SR超合金呢 已經養了給朋友了 那就是 都十幾二十年前的產品 應該是沒有二十年的 十幾年前的產品 就是 SR超合金 那就 沒得用它來做比較 之前我做可動和比較前呢 我這隻 就是我這邊是 軟了一點點的 所以呢 我就算用風筒吹 我都不太 不敢用很大的 力度去把它 夾直 即是我擔心有些什麼 吹得太熱的之類的 那我 不斷吹直一點點 其實本身更軟一點的 不斷吹直一點點 不斷吹直一點點 就用打磨的方式 磨一下它就算了 所以我這隻呢 其實是有少許可憐的 我這隻是 更可憐的 我這盒 其實同樣的情況 都在近年的 Bandai模型出現 因為呢 開始用多了那種 叫KPS的膠 Bandai 其實就 不只是Bandai這樣做的 其實我 現在 你砌的Model Roy 都知道的 它的膠都是偏軟的 其實 上次我魔法騎士都有說過 所以 有時候 這件是容易 軟了 我覺得 大家 各位廠商 是要正視一下這個問題 雖然說 軟的膠 但是 其實 我看它本身是有改良 是容易打磨的 但是 它容易 軟這件事 尤其是它壓得很久 出貨 到我手上 可能都 都經過了一個月 或者以上 那 那 就是 整天的件壓得很久 有時候 我覺得這個問題 都幾常見 現在變了 那 講回正題 它 它的 設計簡單 那 我就即時在 做它的可動Review之前 放了一隻 大致雷馬出來 大致雷馬 我今次就不會花太大蝙蝠講 因為都已經 算是舊了 那 就 只是 跟大家在外形上比較一下 那 那 首先 它的頭頂高 就高一圈 整個頭 那 就 你看到它身上 很多不同的 尖不甩 東西 那 其實 就 如果你是不知道那個故事 那 其實 這個 冥王計劃裡面 除了這個天之治雷馬 其實有很多 叫做八卦機械人 那 就有雷啊 有 山啊 就是有 風之什麼 雷之什麼 那 它這一部大致雷馬呢 其實 在 本篇裡是沒有出現過的 就是 機戰裡才有出現過的 那 它的設定就是 說它 集合了所有八卦機械人的 的 能力 的武器 或者叫做 所以它其實很多 打開又有些飛彈 又有些 那 普通的治雷馬 就沒有這麼 複雜的 裝備 它就真的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它是真的 單純用次元連結 系統 去 做它所有的攻擊 那 這邊 就不同 它會用很多 八卦 robot 那些 八卦機械人 那幾部 好像八部 不知道算不算自己 我忘記了 好像應該是 應該是 真的有足八部 但我忘記了 算不算自雷馬 那 就有了這麼多種能力 那 它所謂的能力 有些是一個武器 就是好像剛才的飛彈 就是那個 不知道就是山 應該是山 八卦robot 裡面的山 那一部 就有些飛彈 那就集合了這麼多部 中二病設定 其實可動上 就都 不是差的 但是就很多東西都 頂頭頂計 都 而且 說就說 很多東西在身上 但其實它也是 沒有手拿武器的 嚴格來說 但就忘記了 在哪個位置可以 抽一支炮出來 就可以 拿手拿一支 扶一扶 那種 但基本上 不是 真的拿武器 去到最後 我再拿出來 大致雷馬 先說 天之自雷馬 就是這次普通的 天之自雷馬 的可動 先說 好 首先 它的頭 很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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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這麼多 因為它基本上 都頂住了 你看它的頭 三占八卦 其實你都預計 它是 去到哪都頂頭頂計 對 左右另當然沒問題 向上惡 就沒什麼 另外 它這次的手 就跟剛才 大致雷馬 最不一樣 就是大致雷馬 肩膀 其實就直接 插到中間的胸口 這次 就多了一塊 多了一塊 在中間 連同這個 都不知 算不算是翼的物體 剛才那是 很大對翼 這個就很可愛 有一個小 龍蝦 的翼 其實 我就是覺得 天之自雷馬 在外形上的平衡 其中一個 我覺得 可能是稍為優勝 大致雷馬 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位 因為 因為多了這兩塊 令到胸口 好像大一些 大致雷馬 好像 胸口偏小 旁邊的東西 很牙定 但胸口偏窄了 有點像 前陣子 因為我玩這個 Carmine Rider Black 的那個 胸口 肩膀不夠橫的問題 這個肩膀一定夠橫的 因為多了這塊 那 還有兩段 變成你肩膀有兩段 可以動 沒什麼幫助的 不過就擺姿勢 那時候 你可以擺個漂亮點的角度 之類 那 好了 這一塊 就是波階 這一塊 就是 轉動 好像可以少少 但其實它不是波階 裡面這一塊 不是波階 外面這一塊才是的 那隻手 都可以舉到最高 基本上 可以平90 可以高過90 如果你轉一轉角度 因為這一塊是頂著的 好 另外 它摺 看起來好像 不是很好摺 其實是可以拉落一點 再摺 那它就拉落一點 摺 就可以去到大概90度 如果不拉 就很少 動到一點點 那 另外這一塊 手背的甲 也是可以動的 但是 小心 因為 它的構造上 待會我換拳頭 那些都會給大家看 那 它屈的時候 這一塊東西 有機會掉 這個 這個 波波 但你又不能黏死它 因為 這個其實是有 可以換的 這個我去到最後 先跟大家說 好 看看 再看看 腰先 腰先 腰 就普通 普通可以轉動 其實前後 都很勉強 沒有什麼前後 其實是轉動的 我一時間忘記了它是否波障 我都不特地領它 好了 這個腰甲正常 波障 它前甲 就做了 本身 不用像BANDA那樣 剪開 它本身就做了 獨立可動 給你了 兩邊 獨立 裙甲 好 它的裙甲也不大快 所以其實它 都不會太阻礙到 大腿向上 新的 是的 去到90度 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它當然可以再向上 但基本上會頂 好頂的了 再向上就 然後摺曲 近乎對摺 又是頂住了 其實它都不是頂住的 它都已經大概 就好了 它的極限 就剛剛去到 你看到 流了一條空欄 它的極限也都剛剛就好了 好 然後呢 腳板 那些摺曲 很簡單 但它這次很有趣 它腳背上面這塊護甲 很特別 它這次是這樣 插在腳板底的 波樁 這個方法是比較 我印象中好像沒有試過 就是 通常呢 現在新的HG 有些就喜歡 就 以前就很輕插在 這個位 在這個位 這樣有顆波樁 這樣按下去 可能 現在W那些呢 有些就在旁邊 有個波樁按下去 但在腳板底 按下去 我真的好像沒見過 印象中 真的想不起 我想不起有誰 這樣做過 它摺地性 其實都很OK 你看它這樣屈曲 那個角度 其實不錯 而且呢 它的股關節 除了一顆軸插 但是呢 除此之外 你看到 白色的大腿外甲 裡面有顆黑色的 這個才是 連著股關節的 它 這裡是分了件的 下面這裡有個軸插著白色這塊件 可以就這樣轉動的 所以呢 黑色那塊 和股關節 首先可以拉開 亦都可以向上 而呢 大腿白色這塊 還可以調校角度 我覺得這個結構非常之好 令到整隻野角可動 極高 即腳的可動 而這個結構呢 是以前的大致雷馬是未有的 所以這次其實真的 雖然說 遲了兩年才出一隻普通 可能它見過系列做起了 才開始補完這些東西 但是就 真的做足 這些基本功 越來越好 它的模型的設計 很期待它會不會出賣 其他八卦機械人 真的令我 即它既然這樣 無緣無故都補回普通的致雷馬 對 那就拭目以待 背部 這塊翼就沒得獨立可動的了 你要它動 就整塊動的了 對 而這個上面這個翼 都沒有東西可以動的 那它基本上可動呢 就是這樣 還有後裙甲 後裙甲就沒有分了 就只可以整塊動了 它和翼都不是波裝來的 所以你剪的話 你一會就加些東西卡住 否則它有機會掉出來 就好像以前 HG最初期的時候 我們的做法這樣 就是你剪完之後 要找一些 貼一貼一塊 凸起的東西出來 用你自己的方法 總之 切膠板 貼著那個裝 讓它卡住 不要退出來 之類的方法 你扭它不卡都可以 但你經常要按住它 不要讓它退出來 對了 就是這樣了 那我就 剛才說的 換拳頭 做一做給大家看 好了 換拳頭之前 給大家看看 其實它還有一對平手 真的很單純 擺姿勢用 其實它 不是太多機會 我覺得用得到 這個平手 跟它的絕招有些關係 待會再做給大家看 就放在它一邊 另外可以換的零件 就是它手背的那顆波波 那為什麼有這顆波波呢 跟它這個 次元連結系統的攻擊有些關係 先拆拳出來 整個拆出來 那它的結構是怎樣呢 拳頭 你看到它的甲 這裡很明顯是有軸 整個拆出來 那它呢 其實就 你看到 它其實是很簡單的方式 這樣扣著 它扣著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位置 就是靠這些波波 塞進去頂住 它這顆波波有什麼分別呢 你看到 兩顆 拿給大家看 一顆是平的 一顆是斜的 斜的 斜的用途就是 裝上去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 感覺是向前突出了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向前突出了 我把這隻手拆出來 就很明顯了 它除了斜之外 還會突起了一點點 你會看到 這隻手剛剛裝上去的 是會突出了很多 其實就是跟它的攻擊有關 它一發動它的攻擊的時候 這個波波會發光 它可以用來做一些衝擊波 又可以用一些一閃 然後人家就直接爆炸 即是它的攻擊 其實有點像古蘭修那種感覺 如果你有玩過機戰MX 又或者機戰J MX它因為是初登場 它感覺比較強烈 我當時也沒看過這套動畫 後來也看過 當時也很衝擊 因為它有點像古蘭修那種感覺 當然沒有它那麼神秘 但機體的特性上有點像 它不是玩重力 它就玩那些空間東西 它說要次元連結 它又玩很多空間東西 即是它懂得瞬間轉移 它的Core是一個 即是一個裡面的 改造人 機械人仔 那樣 那個機械人仔 也懂得瞬間轉移 之類 那就... 不提太多劇情的東西 它突起了 一來就令它的形象突出一些 那個波波突出一些 另外一個用途就是 它其實它的絕招就是這樣 你看到它胸口還有一顆 其實它就這樣連結了三個一起 發動一個叫做冥王攻擊 對 它是它的絕招 如果你在玩機戰就很熟悉了 這件事 合起來之後就會彈出天字 那也是我對這件模型最失望的地方 就是以前的SR超合金會跟一個 天字的膠片 好像是PET做的膠片之類 即是打印出來的 一個天字的效果 忘記放在後面還是真的放在前面 哎呀 沒想到你這麼久之後出一隻模型 竟然不做這件事 整個版給你照抄呢 都不做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挺重要的 其實 打算它 就算它不出其他八卦的robot 我這樣擺這個姿勢 出絕招呢 你撐個天字給我選擇呢 我有時候拍照啊 那些 當然拍照我可以PS進去 但是 我如果單純是想 就是Display在櫃那些 那我就少了選擇去 好像真的發動著攻擊 簡單的說 就來出的神高達 你都出過石破天驚拳的效果給我 那我當然可以 很假裝的空氣 只是兩隻手掌握著 但是沒有個球在中間 你都可以運用自己的想像力 但是有在這裡 那我Display就有氣勢一點 那它就是為了這樣 而有這個突的波波 但是就沒有個天字 我覺得非常之可惜啊 那唯有看看自己有沒有辦法 可以DIY 但是呢 它擺這個姿勢 這次因為關節的改善呢 那就容易擺了 比起大致雷馬的時候 很容易就可以這樣 把兩隻手合得很 很適合角度啊 又可以咬得 咬曲的 不會很硬硬的 對啦 很簡單而已 那它也不應該要複雜啦 只是把兩隻手背擺在空前而已 好啦 那這次呢 其實它沒有什麼武器呢 就差不多了 那現在呢 拿著大致雷馬一起做一做結尾 好啦 最後最後 將它們兩個擺在一起啦 那其實可能你已經看到了 你可以看到這隻大致雷馬 其實擺得沒有這麼自然的 其實難屈一點的 即使這麼簡單 擺在空前呢 不是擺不擺到的問題 擺得好不好看的問題 那就... 很難屈得 說真的去到致雷馬這樣 我剛才我擺低一點就行 現在擺高一點也都好看 可動上就真的好屈很多的了 那最主要都是 多了這些可以拔一拔出一些 那... 都應該要有的進步來的 是啊 那其實都不太跟那些東西頂住事的了 是真的... 是真的個關節問題來的 這個 嚴格來說 我其實現在擺回賣情 我真的... 反而喜歡普通這隻自然馬 就是... 雖然呢... 是不公平的了 它們始終隔了兩年 就是隔了兩年 它看著... 看著來吃的了 即是它拿著這隻來改良 再去出回自然馬 那... 始終它不斷地出新武 你就不用看它會很快 就是有一個更新版本的 去...去改良這隻大致雷馬的了 那... 就可能... 如果你是有這方面執著呢 就要自己做改造了 那... 就... 其實... 那時候翻翻坑 砌這隻呢 它... 擺到現在都兩年了 那... 都... 沒有穿沒有難 那些關節就沒有斷沒有成 那...其實我都... 就是... 基本上沒有以前那麼害怕的了 那... 那... 所以... 如果你... 現在才想去找回大致雷馬 亦都不需要很害怕它太落後 那... 其實它... 這次是... 剛才可能說漏了少少 其實補色的部分 它很多都是要補黑色的 例如是什麼呢 這些... 那些... 它這次是跟貼紙給你的 但是呢 其實它這些位置呢 全部是它... 這個分了件啦 腳的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肩膀這些其實是它... 預先上色給你 那你見到它 我不用再幫它處理一些... 那些... 補得很靚 認真 它補得很靚 今次它補給你那些... 那些... 它帶個胸口自己補 胸口那... 那兩塊小小黑色的那些自己補 其實主要就是補這些黑色 我覺得就... 大部分人都可以處理到的了 這些... 你不斷意又上開補開色的人都一定可以處理到的了 你... 就算要... 噴到其實都... 不算極度困難的 麻煩些還是麻煩些 就不是一個難度來的 就是這樣啦 那這次... 那我自己都... 挺推介這隻天之治雷馬的認真 當然這些機體要看你有沒有外啦 你沒有外就... 它好砌到會飛都沒有用啦 唯一啦... 我覺得大家需要注意就是... 都要準備膠水 因為... 有些什麼要注意呢? 這一塊... 肩膀的呢... 如果你不用膠水呢... 其實它有一點點... 很難... 貼服了的... 它那些筍位不足夠 令到你可以夾得很緊的 另外... 它紅色這塊... 前臂這塊... 紅色的甲呢... 在你拔手手腳腳啊... 或者你擺姿勢的時候... 它很容易退出來的... 所以我都最後決定了... 下膠水固定了它... 對啦... 滲一點膠水下去固定了它... 那就... 基本上呢... 它... 我覺得需要下膠水的地方... 一定要下膠水的地方呢... 就是... 這兩個位啦... 這個都有一點點需要的... 就是... 我剛才說它... 現在令到它肩膀橫了的這兩塊東西呢... 我覺得都最好... 它左右夾夾夾口的... 就算你不填夾夾口... 我都覺得... 最好黏住它... 要不然... 在這裡動動的時候... 其實它可能又是有一點點容易... 拔鬆了就離開了... 不好看啦... 對啦... 主要就是這樣啦... 我這次就來到這裡啦... 真的...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啦... Like我的影片... 在下面呢... 去討論一下... Model 會越來越多東西出的啦... 那我就... 一有愛的那些... 我會立刻砌... 沒有愛... 或者叫做... 沒有那麼大愛的那些... 其實很多都有愛... 不過未去到大愛... 即砌那些... 那我都會... 團職在這裡... 慢慢地找數的... 對啦... 例如... 全排有隻叫... Kuromukuro啦... 有隻黑色... 整個武士那隻啦... 那隻啦... 其實我是完全沒有看過的... 但我看到它的外形... 我都OK... 然後就... 已經賣了在這裡... 其實噴了一點點啦... 不過就... 太多其他東西砌啦... 所以就... 暫時... 如果有些... 已經不是... 又不是特別多人認識... 又不是時令的東西呢... 我都... 盡量之後... 會放在IG... 那我就會... 在Youtube這邊的社群... 都會放一放出來的... 多謝大家的支持啦... 那就... 記得... 按鈴鐺... 收睇其他節目...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多謝啦... 拜拜... 日本壽權... 孔兔設計... 千象堂高達UC聯成梯系列... 認識收睇...